今天崇拜主題是《我羨慕學賞神的殿》 取緝CV84篇 是很美麗的一篇詩篇 是非常美麗的一篇詩篇 亦講出詩人的愛慕神和愛慕神的殿的心 我們想到神的殿 當然這個圖大家看到有一個散冷的聖殿 不過今天已經不存在了 有人會說等候將來的第三個聖殿的重見 但是今天我們依然有神的殿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家、神的教會 神的教會肯定是神的殿來的 我們就是神的殿 聖基督都講到我們就是神的殿 基督徒所有都是神的殿來的 在神的殿中有什麼發生呢? 在神的家有什麼發生呢? 我們一起讀一讀 集體敬拜神、親印神、靈命被更生、被建立 有弟兄姊妹的支持、更多機會是夢神 有些人說我不回教會都可以了 我自己家裡敬拜 自己家裡看聖經 但是聖經裡面教導我們是集體的敬拜 集體基督徒一起聚集是神所吩咐的 所以神的家的地方 第一就是我們能夠集體敬拜 以及親近神、經歷神的地方 也都靈命被建立、被教導、被牧養、被照顧 各方面去發揮我們的生命 也都有弟兄姊妹的支持 弟兄姊妹彼此傷害 還有有更多機會是奉神 因為教會裡面是有更多機會的 而我們教會特別給機會更多 因為每次都有復活討報和輔導 有機會每一個人都可以操練是奉 這樣的時候在末後日子 就提升更多人成為被神使用的人 我們這次用的詩篇是84篇 他寫明是可拉的後裔所寫的 可拉是誰呢 他是利美人來的 在摩西阿倫的時候 他是反叛 他是利美人 他說為何只是你 摩西和阿倫 你被高舉 他說其實我們每個都可以使用神 但是神就不起 摩西就說 我們求問神 神去顯出祂的作為 就叫可拉和你的同黨 全部聚集 站在一個地方 站在這個地方 如果神要做一件新事 就證明神不起你所做的事 然後呼求神的仇 結果是什麼呢 是地直接下陷 整個地套下去 將他們吃了 然後就蓋起來 可拉是一個很反叛的靈 結果帶來的後果 但可拉的後裔 居然是寫出了很美麗的思綱 亦都在大衛所建的 他不是建的聖殿 他有一個敬拜的地方 這個敬拜的地方 他是用了很多利美人去敬拜 去讚美 亦都包括可拉的後裔 可拉的後裔 他有十一篇詩篇 十一篇詩篇是他所寫的 我寫了出來的數目 就是可拉的後裔所寫的詩篇 而特別好的是有這幾篇 而可拉的詩篇 是有特別的特色 我一起讀一讀 謙卑感恩 何無依靠神 神的可惠大能 就是在這些詩篇裏 我們看到他的謙卑 即是知道人的不夠好 他感謝神 還有他那種何無依靠 是很強烈的 我們在詩篇看到大衛 是很強烈的 何無依靠神 也都在可拉的後裔 看到這一點 還有神的可惠和大能 他的全能 我這裏就把這六篇詩篇裏面的證據說出來 我們一起讀 詩篇四十二篇第一節 神下我的心切無理 如龍切無稽說 這個詩篇很熟悉的很熟悉 就是可拉後裔所寫的 詩篇四十五篇一節 我的心裏湧出彼此 我論到我為我做的事 我的舌頭是快手不 多數人認為這個王是指導彌賽 是講到基督的 他寫關於神的事 關於神 是很快去寫的 寫很多美詞出來 詩篇四十六篇一節 神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靈涼 對不起 這裡 錄了下面 對不起 這裡 大家都很熟悉這首詩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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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詩篇四十六篇 拿出來的 然後詩篇八的四篇是我們今天所用的 一同一起 君之又說,你的居所何恨何愛,我善慕學想要何華的語譽,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歡呼。 然後詩篇八五篇第九節,他的救恩成言與敬畏他的人相近,叫榮耀住在我們地上。 就是神的榮耀和我們一起,神的救恩和我們相近。 詩篇八八篇第一節,又說,請救我們的神,我昼夜在你面前呼籲。 即是在這詩篇我們看到他那種很學無神的心物, 我們想看到這兩篇詩篇和八十四篇都是很多人很熟悉的詩篇。 好,那我們今次開始一起讀,八十四篇第一節開始。 萬君之夜華,你的居所何等何華,我善慕學想要華的遠遠, 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歡呼。 萬君之夜華,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壇下旅。 麻長為自己找著房屋,見子為自己找著寶錯之窩。 如此住在你現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石安大道的, 這人便為有福,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全員之地。 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 他們行走歷上加力,各人到石安前見神。 耶和萬君之神啊,求你聽我的討告。 咬我的神啊,求你狼心聽。 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求你垂顧觀看你的壽高者的臉。 在你的遠遠住一日,聖子在別處住千日。 寧可在我神殿中看門,不遠住在惡人的帳篷裡。 因為要我話,神是日後,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 他未上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萬君之也好話,依靠你的人,你便為有福。 這篇是一篇很美麗的詩歌。 其實這篇詩篇寫的時間,人們不肯定。 到底,聖殿仍然在?還是不在? 因為有什麼原因? 或者這個詩人是不能有機會去到這個聖殿? 或者他是一樣能夠去到,他的心很歡喜。 兩樣可能性都有的。 但是我們今天,雖然我們沒有這個聖殿, 但是我們有神的教會。 這裡很多人在這裡建這個神的教會,神的家。 就是說,其實我們就是神的家, 我們每一個人就是神的家。 我們有神同在是非常美好的。 在神的家,我們看到很多神的工作。 所以教會是神所歡喜的。 也有天上的家。 將來天上的家更加完美。 我們希望更多天上的家搏下來地上。 更多神的喜樂、平安、愛、憐憫、能力, 在這個世上。 世人真的看到神的家是很不同的。 我們看這個詩人,我們發覺的東西, 就是他很多感激學無神。 很多。 他心裡面很感激學無神。 有可能我對神沒什麼興趣。 對神沒興趣的人是怎樣呢? 左邊的圖。 憂傷、煩惱、無力。 家庭可能有很多困擾。 聽到有睡覺。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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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這裏呢。 這個。 這個是一個比喻。 就是這個又惡又爛的牧人。 被趕出去。 這個比喻呢。 又趕到外面黑暗裡面的這個比喻。 或者甚至到地獄裡面。 即是說有些基督徒呢。 所謂基督徒, 他可以跟神的關係很疏遠的時候, 他很無力。 但是基督徒是可以怎樣呢? 當我們看到神的美善。 我們整個生命很不同。 就會很多感激神。 很渴慕神。 就會有神的同在。 神一定會醫治。 我們當中有需要醫治安慰的。 神一定會幫我們。 拿走我們的煩惱。 拿走我們的重淡。 讓我們人更加喜樂。 整個人喜樂。 有神的存戶軍裝。 神的裝備在我們身上。 神的力量。 神的真理。 神的公義。 神給我們的信心。 這個福音械。 這個救恩的頭盔。 神的福音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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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有些人這麼渴慕神呢? 為何在哪裏? 為何在詩編發了一篇可拉的後遺 為何他會這麼渴慕神? 首先我們講到可拉本身犯了這麼大的罪 他的後遺怎麼會出這麼好的人呢? 這個原因可能是因為祖先犯了這麼大的罪 更加令到他們有些人很悔改 他們很多親近神 因為大衛選了其中的人 他們本身有很多敬拜的 然後大衛選他們 當我們多敬拜的時候 神的同在更改變他們 所以在詩編拜的一篇 我們看到一個很復興的生命 很更新的生命 為何會有些人的生命這麼豐盛呢? 第一,這個圖畫出來代表大衛 大衛他犯了罪,他犯了奸人,他很懊悔 又有一個深深的懊悔 就是我們贖靈生命得力的第一步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很多的罪,很多的羽弱 我們很多得罪神的地方 我們做得不夠的地方 有些人說我近來都沒有什麼罵人 我又沒有偷過東西,沒有什麼說謊 但其實我們凡是沒有盡心愛神 和沒有愛人如己 就已經是犯罪了 我們有什麼時候有盡心盡心盡盡盡力愛神 和愛人如愛自己 根本我們經常都做不到 我們做不到就已經是犯罪了 和神有親密的關係 這個就是討告 看聖經也是神的喜樂 有經常數神的恩典 基督徒有力 就不是數那些人的不好 而是看神的恩典 就是耶穌為我們死 有教會 神給我們各樣的東西 神的儀婆在我們身上 有教會有聖靈 有各樣的恩賜 所有的機會侍奉 這些都是神給我們的 然後呢 下面就是let go and let God let go就是放手 讓神去掌管 放手一些不好的東西是垃圾 不要吃 而是讓神去掌管 又有聖靈的充滿 聖靈充滿是更加幫到我們的 越愛慕神 你越經歷到聖靈 這件事很可惜 很多教會 很多基督徒不明白 我都很想去 將這件事更加詳細解釋 我有接下來一個課程 大家可以報名參加的 例如在禮拜一 在七月十六號開始 會有一個課程 都會講到 為何有些人不接受聖靈的工作 然後我們怎樣回應 怎樣由聖經回應 不只是用人去回應 而是聖經回應 然後怎樣有聖靈充滿 然後怎樣在聖靈充滿 運用在生命和侍奉 基督徒有聖靈充滿是很不同的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人就以為聖靈充滿 著重最重要的是方言 方言是一個神的工作 但這個 裏面的改變才是最重要的 裏面的改變是甚麼呢 是可以隨時經歷神的平安 喜樂、愛、興省、動力 提醒我們去處理生命 以及提升我們的生活 這才是最重要的 聖經所講的最重要的改變 但有很多人只看神跡 神跡是有用的 神跡是更生生命的 但最重要的是 聖靈充滿最重要的是 讓我們裏面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被神去改變 這樣的時候呢 你就會帶著能力 也都能夠祝福別人 自己的生命被提升 所以有很多人很愛慕神 還有封聖生命 有很重要的因素 其實親近神多 就有聖靈充滿 越多親近神 不只是有無聖靈 而是整個靈去愛慕神 就會被聖靈充滿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這些是這些因素 我們怎樣能夠被聖靈充滿 不如我們說一次好不好 第一就是 深深奧悔 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事是讀聖經 數算主的恩 放手讓神去掌管 被聖靈充滿 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那我們的生命就會被提升 我們現在看一看這個詩篇 一起再讀第一節 萬鈞之爺 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這句說話很好 詩人他有一種感嘆 真是可愛 真是美麗 首先我們看看下面 我們就看看這個詩人 他很欣賞神和聖殿 所以他是從心底處發出這種呼聲 在這篇詩篇 其實是很個人性的 是一個充滿個人對神的回應 他很欣賞神 很欣賞聖殿 他就有一種呼喊式 神下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神的居所為何那麼可愛 有神的居所為何那麼可愛 有神的屬性 我們一起多一同 神極度可愛 神的居所又可愛 神的居所祝福人 神本身是極度可愛 其實神每一樣都可愛 天堂很可愛 天堂充滿愛 充滿喜樂 充滿平安 完全沒有罪 而神做的世上的事 任何你看的事 都是美好的 除了人犯罪帶來的後果之外 我們看到周圍 你留心看就算樹葉 樹葉你看它的顏色都很漂亮 同一張照片的樹葉是不同的 你到處看任何一樣 就算你看這些肉 你的手 看你的手 都有很多血管 看到你的手 都是很有生命 很有感覺的 我們的手其實很特別 我們的心靈都是神所創造的 神是極度可愛 無論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和聖靈的工作都是極度可愛 神改變人很可愛 神可愛 他的居所自然很可愛 他的居所能夠祝福人 有神的同在地方就祝福人 於是詩人怎樣回應呢 一起讀一讀下面 詩人欣賞神和聖殿 渴慕來到神的殿 有喜悅神的殿的感情 詩人跟神有密切關係 這首詩篇 是因為他跟神有密切關係 所以他寫出來 就是他欣賞神和聖殿 於是他就很渴慕來到神的聖殿 還有有一種喜悅神的殿的感情 這首詩篇 我們看到 很明顯是有一種感情的流露 有些人 其中一件事 有些人不明白 他們反對靈因 就是覺得 其實我不是靈因派 這個聲音好像 可以 其實我不是靈因派 是因為靈因派有很多的做法 是我沒有做的 我是跟從聖經的方式 四年充滿 是聖經的方式 但有很多人就說 靈因派 太過感情了 他靈派太過用感情 其實這件事本身不是錯的 因為 這裏都是 你的居所何能可為 一個感情的表達 神啊 我學想你 切勿 你好像綠切勿溪水 是有感情的 這個女人 來到 真拿達 香高高 耶穌 是很有感情的 她在哭 是很有感情的 其實聖經裡面 很多人對耶穌 對神是很有感情 所以有感情並不是錯的 盡心盡聖 盡聖 翻譯原文是盡整個靈魂 靈魂包裹我們的思想意志和感情 整個感情是喜歡神的 所以有感情喜歡神是不錯的 那時候我在神樂園 老師說 奇異恩典 他們不接受 我說為什麼不接受 這首詩歌很好 這首詩歌很好 他說因為他太過感情 太過感性 太過感性 他們會排斥 有感性的詩歌 我就覺得 我們有理性 不代表沒有感性 譬如我們的理性 知道父母好 我們會有感性去感激他 人的反應 好自然是從感性 會發出來的 所以呢 但我們不只是感性 我們有靈性 有思想 有誤性 有些人只是有靈性 但沒有思想 也沒有誤性 也有問題 什麼都是說 我只是 神感動我去做 但我完全不懂得說 什麼原因 其實我們需要 有思想 神都給我們思想 他就學慕 有這個 學慕神的感情 接著第二節 我一起再讀 還有讀完英文 我善慕 學想耶 我的緣語 我的心腸 我的肉體效 永生神 歡呼 我請大家讀歡呼 因為呢 中文寫著 你會畫液歡呼 其實呢 很多經 有些翻譯就寫 就這樣 shout 有些翻譯是shout 有些版本寫 寫 這個是sing for joy 這是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一起讀一下 My soul longed and even yearned for the courts of the Lord My heart and my flesh sing for joy to the living God 這個經文 在英文看 真的很不同 My soul longed 好學想 又 yearned 是強烈的渴慕 他的心 非常強烈的渴慕 神的軟語 神的電 在中文聖經 是有的 不過呢 我覺得呢 應該加強烈 強烈 在詞年 應該加上這個 因為他用的字眼 是強烈的 善慕 和渴慕 神的軟語 我的心腸 我的肉體向神 是怎樣的 Heart and my flesh sing for joy to the living God 是向神 呼叫 向開心的呼叫 所以呢 中文聖經寫字 就是滑易歡呼 但他就寫了歡呼語 我覺得是 好像將某些 就是 很有感情的字眼 是不容易的 用一個比較 很中性的字眼 其實這個 很肯定的詩人呢 是一個歡呼的字眼 其實有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 他用一個 這種學想 強烈的學想 是說到詩人 真的很想很想 真的好像有鹿 跑去水那裡 嘩 一聞到水的時候 馬上跑去 他很想去神的殿 那裡去敬拜 以色列人不像我們這樣 在以前 他們雖然有 會堂 後期有會堂 初期都沒有的 他們真的要等很久 才去一次聖殿 有些地方要走很遠 我們就 有一個影片 就是以色列的地方 如果你有興趣 我們會把連結給你 這個影片 是有很長的 差不多一小時 他就 給你看完那些 就是那些山路 你看到 真的去 由加利利 到耶路撒冷 那些路是不容易走的 是很難走的 有些地方要爬山的 你知道 他們真的 故意去一次 是很困難的 尤其後來 因為以色列犯罪 以至他們失去聖殿的時候 更加是 整天去夢想 那些 詩編也有說到他們 真的好像夢想 夢想當時以前 如何去到神的殿 他們就很渴想 去到神的家 去敬拜 但我們今天 隨時經歷聖靈 這就是新約信徒 很特別的地方 隨時一愛慕神 即時可以經歷神的平安喜樂 能力 臨在我們身上 我希望大家都 渴望 渴望神自己 渴望神的聖殿 這裏 大家一起讀一讀 這裏我寫的詩人 個人對神的回應 就是很渴望 這兩幅圖 都顯示出那件事 顯示出 這個人在祈禱的時候 那種渴望的心 或者這個人在祈禱的時候 那種渴望的心 就是神教我們 渴望你 因為你這麽美好 因為神是這麽充滿美善 於是我心 就渴望你 我就歡喜你 好了 這裏呢 神的屬性 我們一起讀 神值得我們渴望 神臨叫人向神 強烈 學上和歡呼 神賞賜 學上神的人 第一 就是神值得我們渴望 有很多人渴望 拍拖的男朋友 女朋友 的確有很多地方好的 不過 很多時候發現 一熟悉 一拍拖內 通常就吵架 有些暗暗沉沉 為什麽你不是常陪我 為什麽你去哪裏 為什麽你不要回我電話 為什麽你不回我電話 就有很多這些說話 都一路越親近的時候 越發覺 裡面有很多問題 但是神你越渴望 是越發掘更好的東西 是不會發掘不好的 是永遠都是最好的 有些人說 在教會見到不好的東西 那些不是神的 是人的不好 很可惜就是 教會都有時有人的不好 但那不是 不要賴了神 不是不關神的事 是人的問題 是神值得我們渴望 越渴望 是越美好的 現在神能夠叫人向神 強烈的學務和歡呼 就是神會在心裡做功 就會有一種心有回應 你今天聽我的一篇道理 都會有一種回應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這篇詩篇和那首詩歌 才唱那首英文詩歌 是曾經在我很困難的時候 因為當時有些人的批評 說話令到我 有種困難的情況 很多時候不開心 當時我聽這首詩歌的時候 我聽得很感動 就算我現在聽到 我都很感動 我聽到的時候 我一直在看的時候 我很喜歡詩篇 很多時候看 我就會看到詩篇裡面 詩人的愛慕神 我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亦都用詩篇來唱 用一個音 大家都聽過 有時候唱的音 出來唱的時候 真的很感動 我坐著唱 唱得很安慰 當時我未被四年充滿 但我已經心裡 已經經歷到很大的安慰 就是神很值得我們渴望 神有感動我們渴望 當時神有感動我 無論是洗澡、拆牙 我都會呼求神 很多時候都會呼求神 神會感動我們 以後呢 當我們渴望祂 神就會賞賜和祝福 神一定會賞賜親近祂的人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詩人從心靈起願 學想感激神 從心靈發出對神的歡呼 每一節都講回詩人的反應 他就從心靈那裡去學想神 去呼求神 去親近神 他很感激神 然後呢 他亦都發出歡呼 但在心靈隱神 我們講到 My heart and my flesh sing for joy to the living God 那些肉體如何唱歌呢 肉體通常是不會唱出聲 口會的 但他所說的不是口 是整個身體會唱出來 即是在裡面 神啊 我真的感激你 我真的讚美你 我真的歡喜你 我希望大家真的會歡喜 這篇CV 因為我自己講 我都很興奮很開心 神就這麼值得我們愛慕 神的墊值得我們愛慕 有一天 如果真的重建這個神的第三個聖殿 我想我們個個都想 馬上快點走去 走去那裡敬拜 但是我們在神的教會裡面 我們都是有神的同在 我們都是值得敬拜的地方 好了第三節 一起讀 萬君之夜說 我的王我的神 在祭壇那裡麻將為自己找著房屋 焰子為自己找著暴初之窩 他就看到那些麻將在那裡飛 他就想到 其實賣物都是神所做的 都是神所愛 耶穌都說到 麻將神都會照顧 何況我們 但首先神先照顧麻將 其實麻將都是神所體重的 神都賜給牠們 其實每一種動物、昆蟲、魚 我都看到神賜給牠們特別的能力 其實你看看牠們的翼 有時就是一塊很薄的 一塊翼 但是那個翼是可以用牠飛來飛去 就是飛來飛去 那些小鳥真的飛去 很多時候我都會欣賞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時候欣賞 牠們著陸的時候很漂亮 而且牠捐入那些樹枝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牠捐入那些樹枝蟲 牠不會撞樹枝跌落地下 牠會飛去那些樹枝蟲 牠會飛去那些樹枝蟲 神都很照顧這些動物 牠又說到麻將都在聖殿 找到暴初之處的地方 牠會看到這些都是神 祝福牠們 神的屬性是什麼 一起讀 神愛和照顧生物 神能令生物也起於神的同在 就是神會愛牠們照顧 神愛世人 沒有說到神愛動物 不過神會照顧牠們 給牠們餵牠們 照顧牠們 詩篇也有說到 有些獅子向神 要伸手找食物 求神給牠們食物 神會供應牠們 其實都是愛來的 都是一種供應和照顧 神也令生物都起於神的同在 就是生物上到天堂都會讚美神 在羅馬書第八章 我們之前說到 就是受祖之物都等候跟我們神的兒女 分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將來有一天 牠都會分享我們這種榮耀 牠不只是消失 而是牠將來都會跟我們一起享受 所以生物都會享受 神能夠令生物享受 好 詩人的回應 詩人的回應 詩人欣賞神照顧生物 我們也開心生物得到神照顧 詩人就在聖殿 牠看牙掌 在那飛飛飛 牠很欣賞 所以我們看到牙掌 其實我就算在街外行路 我就算大家有沒有行路的時候 看到大蟻 大蟻不停地走路走路 牠不用避人 但我走路會避牠 我都不想踩死蟻 因為這些都是神所創造的 我所殺死的只有蟻和蟑螂 呼應 這些我會殺死 那些會傷害我們的昆蟲 但那些其他昆蟲 就算蟻 或者牡蟲在欄杆那裡走 有時候你走過一些地方 一些教育的地方 有些牡蟲在那裡走的 那些都是神所創造的 我都喜悅的 我都不會傷害牠 有時我看到牡蟲走的地方 沒有地方回到那裡 我找樹葉拿起牠 扔回牠 有樹葉的地方 即是 詩人會欣賞神照顧生物 我們都欣賞神照顧生物 因為這個 神叫阿當做什麼 在創世紀那裡叫做什麼 管理 是不是管理 神叫牠踩死 是不是叫牠踩死 不是叫牠管理 所以我們是應該管理 就不要令到這個環境變差 是令到環境更加好 就算搭電梯也是一樣 我看到有人來 我等在一起 為什麼呢 每一次搭電梯是用很多電的 大家有沒有這樣想 是用很多電的 那些是令到這個環境污染的原因 即是我們愛惜這個環境 就像耶穌餵五千人之後 叫那些人做什麼 塞一些東西 不要浪費了它 因為這個都是環保 神想我們環保 我們珍惜 亦都開心 生物得到神的照顧 我們欣賞神所做的生物 所以其實這篇詩篇 加插這一節 都有點特別 還有一種很輕鬆的感覺 詩人寫他學武聖殿的時候 都會講到麻雀都在搭窩 他都會加插一些比較輕鬆的畫面 給我們大家去看 這篇圖畫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耶穌都會看著麻雀 都會照顧麻雀 神有這個能力去照顧麻雀 第四節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 貪慰盈獄賈你 好了 什麼人住在聖殿的呢 什麼人住在聖殿呢 祭師 祿美人 他們可以住在聖殿 他很羨慕這些人 他說住在你殿中便來有福 他們仍要讚你 好了 詩人觀察到什麼人呢 觀察到那些在聖殿服侍的祭師 和那些利美人 觀察到他們 他就說 這人真是有福 每天在神的聖殿 他的心就羨慕 這些人真是有福 我希望大家都會有福 啊 侍奉神的人是有福的 而你們都可以變為侍奉神的人 每一個都可以成為侍奉神的人 神的屬性是什麼 一起讀 神的同在帶來福氣 神感動人在殿中侍奉神 神祝福侍奉者 就是神的同在聖殿帶來福氣 所以在殿中侍奉是有福的 然後呢 神會感動人在殿中侍奉 那些人會甘心樂意來侍奉 有很多人侍奉都是義務的 其實侍奉的人最多是義務的 授身就是少數而已 那神會感動人去侍奉神 甚至有些宣教師都是義務的 神也會祝福那些侍奉的人 侍奉的神是喜悅的 好了 詩人和我們的反應一起讀 詩人渴望住在神的殿 渴望停留在神殿 渴望在神的殿侍奉 就是詩人自己都渴望能夠住在神的殿 還有我們基督徒應該怎樣呢 渴望停留在神的殿 你會不會渴望在神的家 雖然我們這裏有時間限制 這個聚會的地方有時間限制 我們今天開始已經有兩點鐘的查經 如果你時間許可 你可以回來 很感謝主 都有很多特英姊妹回來 一早來到查經 查經真的很好 神可以加給我們的力量 我希望大家都渴望停留在神的殿 還有神的殿侍奉都是神所喜悅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詩人留意很多東西 他甚至看到聖殿的渴望 很渴望 他發覺他裡面自己會歡呼出來 然後他又看到麻將 然後他又看到那些 在聖殿裡面住的人 侍奉的人 然後他還看到其他人 大家看看他看到什麼人 第五節 靠你有力量 心中想望 石安大道的 者人便能有福 他看到什麼人 我特意讓大家想想 因為我什麼都說了 你們不用想就不記得 大家想想 這裡他留意到什麼人 很明顯的 經文說了 放心說出來 誰說出來 大聲說出來 黃石 是的 就是那些願意去石安大道 願意去石安 石安就是 游落沙爛的地方 很想去那裡 去敬拜的人 變為有福 那些人 為什麼會有這個心呢 就是靠神有力量 他們都是親人神 所以有力量 所以詩人觀察到麻將 觀察到聖殿服侍的人 又觀察到那些有神的力量 去聖殿 敬拜都有兩種人 上教堂都有兩種人 有些人可能黑眼睡 但是他看到有些人很有力量 興奮開心 我曾經看過 有不同的耶穌的電影 其中一套的耶穌電影 就說那些人去耶路撒冷敬拜 就拿著搖鼓一邊跳舞一邊走一邊去敬拜 去耶路撒冷敬拜 很歡喜 其實他們真的很歡喜 我們看到在詩篇的表達 其中一篇詩篇講到 人對我說我們要去耶穌電 我就歡喜 這個大衛的詩 有些小朋友 爸爸媽媽帶他去玩 去吃東西去旅行 他就歡喜了 但是大衛說 人對我說我們去耶穌電 他就歡喜了 大衛其實是一個大人的王 大人一起說 我們去神的殿 大衛都歡喜 大衛就有這種單純的 歡喜神的心 好了 神的屬性是甚麼 神有超能力 神賜力量吸引 神感動人上去吃 就是他有能力 所以能夠基督徒有力量 我們基督徒有甚麼力量 大家留意到 心力很重要 就是有行狗的力量去幫人 去關心人 生命願意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離開罪 願意走神的路 有種心靈 還有呢 體力也有 基督徒是有體力 如果愛神的人 基督徒就不會那麼容易 哎呀好累啊 哎呀我沒有力了 哎呀我好煩啊 就是 有些基督徒煩 因為他不是鑽我一神 如果你鑽我一神 就會有力量 因為神有超能力 那些人很喜歡有超人 但是神就被人看到 超人都不是很厲害 大家知不知道 美國的超人有甚麼結果 他結果是騎馬 跌箱 跌箱之後要坐輪椅 其實很困難的日子 超人 其實只是一個套氣 人的夢想 希望有超人 明明有一個超人 為何不去這個超人 這個神 他真是超能力 賜給人有一種超能力 亦都能夠 他不只是有能力 他給我們這個能力 亦都能夠 神又會感動人 上去石安那裏 反應了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們的回應了 詩人親近神得力 愛神的電 被神激勵的神的電 詩人本身親近神得力 他為何有力量 一定是循環的 是從神而來的 譬如我自己 我也發覺 在我人生的不同階段 我越親近神 我越有神的力量 我曾經一段日子 是很困難的 但當我呼求神 我就有力量了 越親近神 就越有力量 有神的力量 就會歡喜神的電 歡喜神的家 有些人說 信耶穌就當我 不回教堂 不用一定要回教堂 其實你看那個人很軟弱 他們沒有力量 但當一個人 真的愛神 他會很想去神的電 還有他愛神的電 他就有行動 不只是在家裡愛 而是他會被神的愛 激勵他神的電 親近神就會有力量 真是有存父的軍裝 就算被人攻擊 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其實我們有無限恩典 無限的力量 即各方面的力量 神經到來 耶穌的恩典 教會有很多恩典 我希望大家經常數算 基督徒對我的幫助 聖經是很豐富的 當我們越看聖經 是越喜歡的 在那段時間 我真的看過很多 是很得到力量 在那個困難的時候 神給的自然界 神的公義 作為仆 和神的聖靈的仆 聖靈 和我們一起 和各樣的恩賜 給我們有健康身體 和各樣的環境 有力量的事共神 有一天 我們每一個都會得到賞賜 我們有任何愛神的地方 真心愛神 不過有些人的賞賜很小 他在天上好像一顆很小的星 有些人好像太陽那麼光 你不會想我更多事奉神 有神更大的歡喜 真是整個生命發揮出來 真是可以的 詩人又觀察到其他人 一起讀 敲雲驚流淚谷 叫這谷變為全員之地 並有秋雨之腹 開沒了全谷 好了 詩人曾經見到什麼事發生 有什麼事發生 就是有些人有流淚 即是那時都有憂傷的人 但他叫這個谷變為全員之地 其實他是由上文一直繼續落的 即是這些人從神得力 他們本身都經歷過憂傷的時候 但神可以叫這些憂傷的地方 變為儲劣之地 變為充滿流水的活水的 並且有秋雨之腹 在秋天乾旱的時候 居然有下雨下來可以滋潤 能夠在收割之前有滋潤 這個秋雨是蓋滿的全谷 詩人看到 神能夠叫一些憂傷的人 他現在觀察到另外就是憂傷的人 缺乏力量的人 神給他力量 這裡下面呢 是什麼呢 這個是憂傷的人 憂傷的人是什麼呢 整個人都說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我這麼多仇虎 為什麼不離開呢 為什麼 但是他親近神 他就要起落 並且輕鬆了 整個人輕鬆了 神真的有這個意志的能力 哈利路日 好了 我們看到什麼神的屬性 一起讀 神關心我們的感覺 神能醫治憂傷 神想祝福憂傷的人 就是神是很關心我們的感覺 還有他自己本身是一個喜樂的神 輕鬆的神 充滿愛的神 是很靚的神 那他靚 他不是只顧自己 他顧我們 他關心我們的感覺 他又能夠醫治我們 這件事很特別的 就是神有醫治的能力 憂傷的人會被醫治 這裡有幾個人 你來了教會 覺得有喜樂多了 請你舉手 有幾個人覺得輕鬆了 喜樂多了 感謝神 你到處看看 舉高手舉定 到處看看 多謝耶穌 一起開聲 多謝耶穌 神叫我更加喜樂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神關心我們的感覺 和神能夠醫治一切的憂傷 神想祝福人 他有能力 是不是他一定會想 不是一定的 但是神有能力 有想 他關心 他關心 譬如有些阿婆很關心你 很想你好些 但是阿婆有沒有機會幫到你 未必得 神關心我們 但是他有能力 亦都會想祝福我們 好了 下面一起讀 詩人順靠神得醫治憂傷 在憂傷中親近神得醫治 清理心中你憂傷 有些人說 詩人都沒有說到他憂傷 他是沒有說他自己憂傷 不過當他能夠觀察到人憂傷 還有其實任何人 有沒有一個人 真的完全沒有憂傷 是沒有的 所以他其實一定是有某些的經歷 他能夠說出有些人 能夠由流淚谷 去到變為傳言之地 所以他本身都經歷過這件事 他經歷過神給他的喜樂 醫治他的 所以他相信神是能夠醫治的 現在憂傷中 我們可以親近神得醫治 我們個個都可以 這是我們應該遵從的地方 清理裡面的憂傷 清理裡面的垃圾 負面情緒 負面潛意識 大家還有沒有 裡面有些負面的東西 一有發現 立即清理 我都會發現有 有些事情煩惱 我立即說 為甚麼煩惱呢 是神照顧 侍奉是神的 一起說 侍奉是神的 教會是神的 工作是神的 一切都是神的 神一定會負責 我親近神 親從神 神就會祝福我們所做的一切 那我就放手了 神教我放手了 不要揹著擔子 那我就能夠脫離這些重擔 有些事發生都會令到我們煩惱 人總會有的 幾聖靈充滿都不會說 一連三百六十五日 每天都完全充滿喜樂 一定有時候 有些時候都會受影響 都一定需要處理的 好了 他又觀察到那些人 怎樣呢 第七節都很特別 他們為行走歷尚加利 各人到石安朝變神 哇 他們走的山路很斜的 其中講到在這個約旦河 那個河岸有些地方是斜的 那些山谷有時候都是很困難走的 但是呢 他們有歷尚加力 一直到石安的地方 他觀察到一些什麼人 本來應該很累的地方 但他居然有力量的 一起讀一下 神充滿能力 神能加有力量 朝見神的人更加得力 就是神有力量 他又給力量我們 朝見神的人更加有力量的 下面一起讀一下 詩人相信神充滿能力 親近神的力 不要覺得無力做事 就是他深信神充滿能力 所以他相信神 親近神有力量了 這個下面那裏 余英展智修騰 能夠熬牆在神的角度裏 有神的力量 這裏就是我去到 大家認不認識這個就是 哭牆 這裏就是哭牆 這裏是我來的 這裏也是我來的 這裏就是哭牆 大家看到很多的猶太人在這裏 站在這裏 這裏就是 很多人都認為這裏就是 耶穌的墳墓 就是安葬的地方 也都是我進去裏面 在這個地方 這裏就是來到石安的時候 親近神是得力的 就是他們就是 學慕來到聖殿 不過現在聖殿 就是剩下的哭牆 還有原來有地下的部分 有地下的部分 有地下的部分 看到那場很深很深在下面那裏 就是神在以往 很多人所做的聖殿 神居住在這個聖殿 而我們今天有神的家 我們都感謝神 第八節一起讀 耶穌說 萬鈞之神 求你聽我的討告 神要求你留心聽 神要求你聽我的討告 讓我的討告達到你那裏 神有什麽屬性呢 神關心我們 神留心聽我的討告 神極想幫助我們 當我們深信這件事 我們祈禱就有力 神先關心的 神關心我們 祂留心聽我的討告 其實祂很想幫我們 但可能說 神你在哪裏 快點幫吧 其實神很想 只要我們給祂幫就可以了 只要我們放下 有些人說 為什麽祈禱都還未得醫治呢 因為我們觸實那些問題 但你觸實神 神一定幫我 這是很重要的 信心一環 就是互動的討告 我一直祈禱 神是歡喜的 神一定聽我的祈禱 神一定幫我 所以我可以放心 有時我們自己製造的擔心 人很多時候自己會想 死了死了 有信心 既然是這樣 我們應該怎樣回應呢 我們相信神 留心聽討告 我未求神已經知道 有信心 神會將最好吸害他的人 就是我們相信神 留心聽我們祈禱的 我未求神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們祈禱有信心 神一定是誰聽的 這兩個圖文都說到 你討告神一定是誰聽的 神是歡喜的 你每次祈禱都說 神現在聽著 神現在很歡喜的 Hallelujah 第九節 神啊 你是我的盾牌 求你誰顧 觀看你受高者的念 這裡詩人就說到神本身 神本身 他之前是觀察到聖殿 他渴望聖殿 觀察到聖殿的麻將 觀察到聖殿裡面住的人 在那裡服侍的人 然後他就觀察到去聖殿的人 然後他現在說的是神自己 神啊你是我的盾牌 是我的保護 下面一個圖大家看到 這個盾牌 信心的盾牌 就是有火箭 就是魔鬼的火箭 就是人們罵你 你沒用啊 你蠢啊你不行啊 我們有信心 神說我有用 那些人罵我 不會影響我的 所以就算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如果神幫我們 誰能夠敵擋我們 就算這麼大隻腳踩下來 有神托傳都不要緊 這就是有信心 我們一起讀神的屬性 神充滿能力 神極想保護我們 神誰故他的受告者身 是有能力的 所以我們呢 這個經文寫 你是我們的盾牌 為甚麼我特地 刻了他為我們的呢 他不是人家的盾牌 是我們的盾牌 是我們個人的盾牌 他一定會保護我 我們一起宣告 神會保護我 神會保護我 神會保護我個人 神會保護我個人 神是我個人的盾牌 神是我個人的盾牌 神會有王 先知 祭司 基督稱爲受告者 基督這個字眼 其實舊日就是尼賽亞 新日就是基督 然後新日就是基督 就是受告者的意思 因為基督有些什麼 神话 先知 祭司 他是王 就是萬王之王 他是先知宣講神的說話 他又是祭司 他獻上祭物 他自己又是祭物 所以他三个身份都有,而我们今天圣经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都是受高者,神会随估他的受高者,但是我们珍惜这个身份,我们是受高者,神的高活我们的,我们一起宣告,我们是神的受高者,我是君尊的祭司。 一同读下面,诗人信神是他个人盾牌,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相信神谁顾我,就是他相信神是他个人的盾牌,他会保护他的,什么困难都不用怕了,大家遇到困难就那么怕了,通常都有怕的,不过尽量减少为几分钟几秒钟,或者几个钟头都算OK的了,尽量减短,什么都不怕, 而且神一定随顾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盾牌,所以我们有什么攻击,什么时候有人伤害我们,我们都不用怕的,然后诗人就回应了,那种回应就是说,他对于神的远,对于神的远遇和世界的地方的比较。 第十节,在你的远遇住一日,圣子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各人的帐牌。 他诗人对于神殿的远遇和他,他羡慕什么? 住在神的家,他说住在神的远遇,一入,圣子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都不住在我平的帐牌。 看门都比住在我平的帐牌好,他看得远遇是多么美好。 我們發覺這個詩人很豐富,用個人的方法表達他對於神的殿那種喜愛一起讀 神的同在極奇妙,神超越世上的福,住在神殿,比任何地方更好 就是神的同在極之奇妙,極之美好 我自己都發覺,在我一日之中,有專注親近神的時刻 有些是在做其他事的時刻,親近神,有些時間我都會忘記了親近神的時刻 雖然我不記得親近神,但我都會感受到神的同在 但我很明顯留意到幾個時間的分別,在神的同在是很奇妙 我希望大家都整日保持,儘量全日保持在神的同在 因為神的同在很奇妙,它超越世上所有的福氣 所以惡人的帳範那些福氣我不要,是神那裡的福氣我要 住在神的殿,比任何地方更加好 那基督徒有什麼反應呢? 詩人渴望神的同在或神的殿,興漢世上財保榮華 不予惡人建立友誼 就是他會渴望神的同在和神的殿 世上財保那些有錢人,惡人,我不會渴望 所以我不會和惡人建立友誼,但我會關心他們的傳呼音 這兩樣是不同的,有些人會問我 我的同事這樣,我怎樣處理呢? 我們是學習不給他們影響,但我們祝福他們 我們想對他們說好的話,盡量做一些好的事在他們身上 但是我們不會把我們的需要去告訴他們 因為這些人不是跟從神的人,他們可能會傷害我們 我們有些不好的人,我們不期望他們是我們的朋友 但有很多人說,哎呀,我覺得很被孤立 那些人根本一定是孤立我們 當然我們盡量和他們做好朋友,但他們都會有傾向孤立我們 在神的殿就可以很輕鬆了,真是可以這樣生活嗎? 其實是可以的,不過你是否選擇和刻意這樣做 是每天都可以在神的殿中這麼輕鬆的 第十一節,因為耶穫說,神是日頭是品牌 要致下恩惠王明耀,他的未常留是一樣好處 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私人也看到神的恩典,他好像日頭 這個不是神就是太陽,這種叫做figurative language 中文叫什麼呢? 例如耶穌說,我是陽的門,耶穌是一道門 不是,我們聖經要分辨,有些說話是一個figurative language 是一個代表性的字眼,這個就是神,很像日頭 像日頭的什麼呢?是否很熱呢? 不是,就是像日頭的光,能量,像什麼都要像 我們要像的,我看慕神,像綠切無稽水 是講到像綠的什麼呢? 像綠的想喝水,就不是像綠的野性 我們要像什麼呢?我們要分辨是像什麼 這個神是日頭,不是像日頭那麼熱 而是,像日頭那麼有光芒,那麼有能力 他是盾牌,會保護我們的 並且,像是因為榮耀 還有,很多好的東西給我們,和榮耀 都像基督徒有榮耀的 還有,未常留是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 這句說話有點像詩典秀六篇 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是嗎? 就是,神不會留在一樣好處不給那些正直的人 就是,所有的好處神都會給我們 行動正直,你的生命就會逐樣逐樣有好處 會臨到你身上,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是榮耀和大能,神是恩惠和榮耀 神是上處正直的人,神是所有的好處 神就是,他是充滿榮耀的 好像日頭那樣充滿榮耀,還有充滿能力的 他又像恩惠和榮耀,很多的恩典和榮耀都像給我們 政治人,他就想像,他就把這些恩典給我們 神像所有的好處,我的好處都是神裡面 所以神真是一位很好的神 那詩人呢,他相信神一定施恩給他 所以他行動正直,我們凡事放心 既然是這樣,我們完全跟從神 不要用任何鬼詐的方法 不要用任何鬼詐的方法 有些人,傳呼音是怎樣呢? 是拿人家教會的人去自己教的 叫做傳呼音,那些不是傳呼音 那些是叫做偷羊 我們不去偷人的羊,我們只是去祝福人,去建立人 我們看回這個詩編所講過的觀念 我們一起做一讀 神益居所何膽何愛,善慕學賞神益 向神歡呼讚美神,靠神有力量 想去石安朝見神,留淚谷便為傳言 行走歷上加力,盾牌,神誰顧受高者 神無留下一樣好處 神的居所真是何膽的可愛 神同坐的地方是最可愛的 所以我們學慕、羨慕、學賞神的念 於是心靈和肉體都向神歡呼讚美神 靠神有力量,靠神 我們充滿能力、充滿力量 很想去石安朝見神 很想去到神的家朝見神 在神的流淚谷便為傳言 行走歷上加力 神是我的盾牌 神是我的盾牌 神是會隨顧我們的 神沒有留下一樣好處給我們 這邊師父真是很豐富 很多好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會欣賞 會享受 因為我們的韓武藥畫餘下 可以用這首詩歌 擱形成一個話 你遇到所有的歌 可以站起 你會比較好 我可想你的愿意 我的心承握你的肉体 相拥深深浮渝 万君之夜和花 万君之夜和花 你去说的很可爱 我心承握你的愿意 我的心承握你的肉体 相拥深深浮渝 万君之夜和花 我的光 我的善良 在你尽端当里 才能找到安息之错 我心承握你的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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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承握我的肉体 相拥深深浮渝 我心承握你的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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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感谢咱们 我们一起同学主 我们学想祢 我们学想祢的同在 我们学想天天和祢一切 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学想住在神的殿中 为祢更新改变 我们学想祢的同在 我们学想和祢特力 我们学想流泪谷 变为全然之地 我们学想我们 清除所有的留守 我们学想整个生命的体制 求祢先祝福我们每一个 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个 更新改变我们每一个 多谢天父我们有神 我们就在一切 主要求祢帮助我们 不要羡慕恶人的仗坛 不要羡慕世人有仁 我们就单单羡慕神的自己 我们有神就在一切 多谢主赞给主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去领受 醒策预备我们的心 去醒策我们的内心 预备我们的心 去学想神 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和活血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预备领受神封诚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